我们班子在刚刚过去的延宵节,想必大家都是合交团员,每个家庭都幸福美乃,是所有人在延宵节许下的心愿,这样的幸福美乃,其实真的来之不易,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,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,现世安稳的对后,等于我们费重前行。 前天,2月17日,是中国对越自卫反击震荡发到40周年纪念日,这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我们最近的战争,这也是一场一直消失于记忆中的战争,出于种种原因,近20年来,它几乎落得我们淡乱,很多人都弄去了,曾经有8500多人,在1979年自卫反击战争牺牲,有2.5万多人受身削残, 他们都是风华任务的年轻人,他们用生命,对中国换回了40年的和平和增长,2017年的一部队影风华,将这场无人提及的战争,拉回我们的视线内,将那寻无人挂败的老兵,换回我们的现实中,很多人说,风华的功能是一个进步,一个突破, 其实在33年前,各名导演谢静,早就拍出了一部正义年会这场战争的游秀电影,有人说,30年后的风华,永远不得上它,它就是刚山下的昏环电影海报淋压中国是我的,可也是你的啊,电影刚山下的昏环,是根据作家里存导的同名小说改编队, 去年9月,这部小说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,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之一,被层导在1979年作为战队记者随地对开4月夜南作战,亲眼见证了战争的真实情况,因此在它底下,所有的情节和人物,都显得非常真实,而电影也同样震恨连心,故事开始于一个平常的项目, 这处放生深处的酒,也买了个新指导员,新指导员叫战云生,在殿影里,带有她的是当年第一代老刘小生, 如今的年轻人都十分熟悉的诸葛亮和阳祥剧校当年人唐国强,战云生出生在老革命根据第一男生,是个官二代,31岁的他, 自己是老将军,是军区的司令员,女军对这个独身子一成疼爱,成见女军的上校打电, 战云生原来是军区先传处的摄影战士,在机关里帮个叔叔复复, 为什么要夫盖郑勇跑到基层部队,他真的乱乱高松乱携,才不是, 他下部队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想避开田面无私的军长雷神员,身在基层干几个月, 然后走后门,跑攻起,快军区区陷调动,转回父母身边,和妻子在大城市里团聚, 但他这点小酒酒,满心欢喜迎接他的战友们并不知道, 还当他是主动招征辛苦岗位呢,与他形成千名比比的, 就是连长杨三喜,性格随和的杨三喜来自门村, 这里有个即将临堂的妻子李雅姆青, 他行心潜意铺在工作上,已经好几年朋友回家了, 他本以为,赵马生的带来可以协助他工作, 让他总算能喘口气,申请休假,回家陪妻子生产, 谁知,一天天过去了,赵马生每天就是吃喝玩乐, 对不对的工作一点不挂心,每天就在盘算着何时能回家, 生活上也不讲究艰苦朴素,一个带血搭到白面馒头, 随手就扔给都吃了,这和连帝的作风, 可以说是格格不入,杨三喜是老实人, 文化一,对读过书的赵马生,还是十分客气, 只是他听说赵马生掉来酒帘就是为了掉头, 毕了不影响工作,许香了安排已久的身下, 人孩子出生所能见一面, 这也能看不惯赵马生, 尤其是包袋台长近开来, 这个汉子脾气火爆,心直口快,急日流愁, 看着明年不护的小白脸不顺眼, 赵马生才不在乎呢, 他以为自己在玩一段时间, 马上就要离开部队, 回到城市追求前途去了, 他懒得在这里白费心思, 但事情就是骂马出乎意料, 1979年半月17日, 战争打响了, 杨三喜的颜队接待命令, 必须立刻上前线, 眼看着调令刚刚到手的赵马生粉了, 他想打电话让母亲找关系, 把自己带回去, 平和宽厚的杨三喜, 第一次对赵马生别人道路, 他接着赵马生的脸子, 嘻头到脸的骂道, 只是经营下道的时候, 你们怕笑声, 帮人大部队里头来, 现在感到吃苦了, 又瞎接了马带, 带回到城市, 在小说文字里, 杨三喜骂得更狠, 让人,杨三喜的眼睛适应了, 与众心长的说出了一句致敌恶声的话, 中国是我的, 和我是你的眼, 和其他战争队员并一样, 导演谢静将笔入更多的放在战争之前的故事, 从主人光照满生与九连的矛盾, 再到九连上战场之前的最后一次聚会, 杨三喜与静开来的谈话, 最近还铺遍了不少回忆片段, 在这些回忆中, 战士们是幸福的, 有心有热烫头, 他们本身有能好的生活, 却让为了祖国, 冲向危机的战场, 买以向运的烟压头, 被炸毁的全县村庄, 最后一次的地露种庄, 在西洋下, 这一群年轻的士兵, 成为祖国最稳固的宝藏, 在集体开往战场的前夕, 全人制造一体, 吃了最后一顿饺子, 刚升任赴连长得静开来, 与杨三喜最后一次聚会, 撞了正义杯, 烈士林元月, 亦语成乘, 随爱残酷地牺牲当时的中国, 已经在和平环境里度过了三十年, 和七十年的文革, 更是摧毁了军队应对暴行战争的能力, 战争的残酷也超他们的想象, 在对美中, 训练不过了短短的二十分钟, 就拍出了战争的残酷, 第一, 指挥不到, 因为越南山地东, 人不需要长途倒设, 但是总部制定的行军路线, 与时间要求永远不符合实际, 静开来直脾气, 大脑军部回应制定战略, 这一头, 军部在通信里拼命推促90准时代达指定地点, 用一头, 90只能丢下所有行李, 每个人只能携带一壶水和两天的钢梁, 继续前进, 第二, 物资匮乏, 90一力忍心熬眼情形, 顺路更像一个敌人的据点, 用于他们远远的是, 据点里都买了大大大大中国元祖越南的大米, 病人的敌人是钢梁充足, 冰墙马正, 我们却是资源匮乏, 伤狼惨重, 越南天气干燥湿热, 士兵梦疲惫不堪, 最大的水很快就喝来了, 修水持续了好几天, 好不容易碰到一口水糖, 又被敌人反射了毒药, 以法引诱, 眼看着被加急将来被咳死, 静开来自高分纽, 要带士兵去砍山下的干枝, 解决冷水喝的问题, 终于去, 就没了性命, 静开来自回来的路上, 踩到了敌人拿下的地楼, 正伤不致,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, 让大伙吃干着, 这是用他的鲜血换来的一点点水分, 第三, 战备地裂, 死人还在继续, 地理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 因为是北京来的, 所以叫北京, 最喜欢在行军列上看书, 愿命地图能力极强, 他担任连帝的碰手, 反而百发百中的他, 竟然打出的两颗炮带, 却都是臭带, 自己反而被敌人击撞, 担任牺牲, 对象的杨三起, 退出炮带一看, 那两颗臭带的生产日期, 居然是1974年次月, 他在一次破口大骂, 拼命悲恐, 去抛个买买的, 十年动乱, 军工厂生产的武器, 已经无用至此, 在这里, 对时代的批判可以说非常原理, 就是在这样的外后条件下, 我们的部队能打赢这场仗, 害得就是无用的勇气和现身精神, 在金连失去同伴时, 九连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, 他们一路猛改, 在一个山坡下, 却纷松地警惕, 管府在草丛中的敌人, 将机箱摇转了炸弯声, 就在此时, 杨三喜一脚踢开战满声,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子弹, 战满声封了伏的, 内流满面, 他把十几名手榴弹捆在一起, 谁也拉不住, 一头冲进敌人的山洞中, 炸死了躲在里面的九个敌人, 也被了重伤, 并永在此战然而止, 没有继续摇取九连的战场故事, 对于九连现存的每个人来说, 这场战争也给他们的不是胜利的喜悦, 而是心痛和悲伤, 但是, 现实中的战争远比电影中的更痛苦, 03战争之后的一号女娱乐小说, 之所以获得巨大肯定, 是因为写出了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真实, 电影同样如此, 比如说, 那些我们不可理解的一号和愤慨, 近开来一直都是最打算炮的那一个, 他敢痛骂领导, 也感觉人不会的说, 自己临时提拔的副领导, 就是个算负的职务, 杨芬喜就说他, 赶一提意见, 像我们那部要先弯弯邪道, 猜炮, 你啊, 要比我勇敢得多, 但是这样一个勇敢的英雄, 却始终没有得到理论属于他的荣誉, 因为违反三大纪律方向中义, 而坎来了高中, 相上平时是个牢骚大王, 上头不给他进攻, 连一块军工章都不给, 像往生回复后多次请攻也无能为力, 最后只能把自己的军工章再给了近开来的孤雷寡女, 骗他们就是近开来的, 中国人都像他那样, 说真话, 做实事, 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, 饰演近开来街子的私屏干嘛, 同样成为烈士的杨芬喜, 楼下的教室也一样令人心痛, 他牺牲前从心口抛出的, 是一张别别的杨雪而就很灾, 上面清清楚楚地寄了每一笔钱款, 一共620人, 他家在农村, 瞧见困难, 父亲重病时, 像不少教友借了钱, 所以他平时个人生活能省就省, 抽烟抽的是妖桃错误, 娃娃问道只剩几所谋, 连一块手表都没有, 他连此前问不掉的, 不是让组织如何照顾自己的孤雷寡母, 而是要妻子一定把这皇上回国后, 九龄的教友们稍然好, 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让杨三喜的母亲和妻子知道, 更不能让他们成功, 妥媳俩被接到严队过几天, 战士们一致没有提起这张借款单,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, 妥媳俩不仅没有向组织提出费人要求, 临走前反而踏出了另一张借款单, 和整整620人, 原来杨三喜也给他们留下了借款单, 在场的战士们都窥疯了, 500多元, 两个农村妇女怎么凑得出来, 他们是把500多元的抚恤金拿出来, 但省下落费, 这才勉强凑齐了钱, 因为这样, 他们连孩子的买粉钱都拿得出来, 在现实中, 1979年对越赛类反击战争牺牲的劣势, 按照战士500元, 照顾800元, 政府一次性准备属分腐势金, 相应政策还规定, 每个参战老兵, 会有中央以及地方的相应补助, 但向公会谈到过, 劣势的许多补助, 其实没有大位, 由于政府并无专门负责退入老兵权力的部门, 所以, 常见老兵向地方民众申请补助时, 并无法提交其认可的参战证明来到外被担务, 至于民村党补助被客客的情形非常多, 这些劣势都是家中的饼梁柱柱, 失去了他们就是失去了一个家庭的生育来源, 他们为国家负出了生命, 本不应在受到亏待, 不过, 高山下的徽环是真实的, 却不是先及的, 他拍出了年轻军人的成长和成熟, 杨三喜和靳开来是游雄, 曾经自私的战免生, 在经历战火的洗礼之后, 也变成了英秀的军人, 他曾经因为走后门, 为了军长帮着前军的面收包子, 露得狗血领头, 带上了战场后, 他却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,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, 主动选战, 抱着手留弹去找敌人, 回国后, 他混起来和妻子团聚, 回到城市生活的大好前途, 还是主动来到云南边境的基层部队, 继承了梁三喜的遗志, 真正的扎了根, 他拍出了几道军人高尚的情环, 差不多到最后, 赵婉生才震惊地夺知, 战场中牺牲的北京, 竟然是刘军长的独生子, 德军长老来的子, 却仍然不搞特权, 忍痛将独生子送上战场, 北京的遗书这样写的战后, 德军长仍然保持克制, 悲痛病病险力奔赏, 只是在生日时, 会到儿子的坟墓上去, 平淡地说一句, 我的孩子也难在这里, 人刺刑得了一浪高山上的欢欢, 不管是没有荣誉还是没有赌注, 对老兵来说, 最怕的就是被人遗忘, 对越次畏反击战, 成年来, 成为一个都有意义以外的问题, 近二十年来, 只有三环一步地远处及了那段历史, 连这部出色的高山下的花环, 都不大再有人记得, 老兵曾经献出的鲜血, 生命, 爱国的热忱, 更难越来越淡漠, 正是让恩, 可是被派, 在电影中, 这些劣势, 还有一座整洁的坟墓, 只是草草拿在高山脚下, 另一块木头就当梦飞, 在高山底下, 花环促促, 这就是高山下的花环这个名字的含义, 多年后, 当花摔袋时, 还有谁记得他们曾在这里献出了生命, 我们应该记得, 我们必须记得, 作者, 包子, 路上得书人主题, 行走在人世间的一支旅斩, 参考谈料, 因高山下的花环, 电影, 19842, 惨烈之战, 对月次日反击战券凤军究竟生亡多少, 三胡晚三现在, 终于可以谈夜召老兵的话题了, 包向关货路上读书人推荐高山下的花环, 与存保住最佳出本事, 2013年版高山下的花环, 从一段采访开始, 细数了一群最值得敬佩的, 最可爱的人,